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是不厌其还的讲《论语爱》《生命乐章》 我觉得是我在人生里头上 在论语上看到很多照妖镜 照模镜 就看到自己的丑陋的地方 怎么去修正 就像孔子讲的德之不修 学之不修 无言不能起 不善不能改 是无忧也 就像孔子讲 君的道德三无能耶 仁者不修 赐者过 勇者不修 就是次序一定是自人有 然后在生命的理由上一定修得讲学 然后喜意改善 所以改善这个东西是生活上一些细节 像我是生活白痴 要改善很难 《论语爱》二七二集是 吃之者不如好吃者 好吃者不如乐吃者 这在罗语里面有提到 赐吉思 人不能守思 虽得之必施之 赐吉思 能能守思 不壮以利吃 则明不尽 赐吉思 能能守思 壮以利吃 则明不尽 赐吉思 能能守思 壮以利吃 动思不以理 未善也 这也是三个阶段 所以这三部曲跟吃之者 耗吃者 热吃者是一样的 跟赐者不或忍者不又勇者不去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罗语里面 他在讲义说 第一个了解生命能爱事物的人 比不上喜爱能爱事物的人 那喜爱能爱事物的人 又不如乐在其人爱事物中的人 所以生命的可贵因为你愿意 所以吃之者不如耗吃者 耗吃者不如热吃者 但是我刚刚也讲了 赐吉思 能不能守思就是好 赐吉思不能喜好好 雖得之必施之 赐吉思 能能守思 不壮以利吃 不壮以利吃就是 不会快快乐乐的更加共处 赐吉思能不能守 雖得之之 赐吉思 能能守思 不壮以利吃者明不尽 赐吉思能能守思 壮以利吃者善也 就是它是完整的 所以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我觉得用管理时间的三个流程来看 就是在身体上在工作上 收集组织整合 像我早上起来一定看看 昨天的是不是有记录的完整 我做到了什么没做什么 然后今天要做什么 这里要做什么 这个要做什么 然后规划一下 这就是know how 然后开始就是有没有调整 我排成然后看有没有落实行动 这就是fund of and fund of 然后最后再检视 到晚上的时候也检视调整 有成有by 就是从知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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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know how 到好是人的end of 以及乐之勇的enjoy success 所以生命的流程就是如此的这一般 譬如我现在 今天是11月9号 那我这个12月1号 我的高中同学送受歌呼吸道 那我的安排呢 各位指控师也可以看到 这就是时间流程的排查 从1号2号3号 它的排缓就是到阿里山 那一直因为我们的流程大概来讲就是 那一直因为我们的流程大概来讲就是 他1号到我们到机场接他 然后2号3号我们到阿里山 123到阿里山 123到阿里山 然后3号晚上 他住进军越酒店 我跟我老婆跟他们夫妻呢 就在这个欢迎栏 就是四个人吃饭 那4号呢 那我们早上呢 就是看怎么安排再调整 中午呢 在美观园二楼吃饭 晚上在军越的这个云景 景圈厅 有四个人的席 有小提琴演奏 然后5号礼拜四 因为4到5号我可以喝酒 所以原则上吃到 XXXXXX 可能走一趟淡水 那礼拜五我要上班 那就晚上在军越 日本料理四人卡 因为礼拜五不能喝酒 那礼拜六 因为晚上有兄弟会 所以中午呢 我们在茶院 也不喝酒 两卡 然后礼拜一天8号 建宗校友会 同学会就 我们只两对夫妻中午吃饭 就 他们就自由了 9号 那要走一趟乌来 然后到乌来看看 那个小火车 然后中午在这个水库旁边吃午餐 吃野菜和鱼 那10号中午午餐呢 我也是不喝酒 那我们可以到老爷再吃饭 那他11号 12号13、14在高雄 那14号晚上 原则上是安排这个天香楼 然后15号 我们就去日本 我跟我太太 19号回来 那松授哥18号 就回美国 所以这安排呢 是很紧凑 但是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支持者 好使者 乐使者 人生就是这么可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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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